摸摸熊玩具乐园 诞神形态还可以变形成恐龙形态呢 接着呢还要诞出恐龙的鸡脚 这样提拉红的恐龙形态就变形完成了 这是只霸王龙 提拉红从恐龙形态变形回诞神形态呢 先要收起恐龙的爪子 合上双腿 向上旋转脚掌 接着收起恐龙的头部 最后再把尾巴向上收纳 哈哈提拉红又变形回诞神形态了呢 是不是很好玩呀 第二位是喀宝诞神大力红 弹神形态的大力红看起来很酷呢 大力红也来典型吧 典型完毕 这是一只三角龙 三角龙的头顶和两侧还装配有炮弹武器 恐龙形态的大力红 典型回诞神形态 先要收拢腰部 满测武器向身体处扣紧 接着收起后支 按下头顶武器 最后收起鸡脚 旋转头部 大力红的诞神形态变形完成 蓝色 蓝色这一只是喀宝诞神特拉轰 特拉轰变形后又会是什么恐龙呢 将诞神从空中落下 哈哈 原来是只翼龙呀 翼龙还可以扇动翅膀飞翔的哦 接着再把翼龙变形回诞神形态 向下收拢头部 旋转爪子 最后合上翅膀 收起恐龙尾翼 特拉轰的诞神形态变形完成 最后一位是绿色的喀宝诞神摩斯轰 摩斯轰也跟着来变形吧 变形后的摩斯轰是只猛马像 接着再来看一下猛马像 是怎么变形回诞神形态的 先把头部和尾部并拢 接着收起猛马像的四肢 和上耳朵 旋转尾部 最后收拢鼻子和牙齿 摩斯轰的诞神形态变形完成 看起来也很酷哦 好了 本期的咖宝诞生玩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小朋友们 记得点击订阅 摩摩摩响玩具乐园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